杨幂热巴粉丝开思,师傅徒弟超尴尬,原来还有更尴尬的。 最近,杨幂和迪丽热巴二人的粉丝在网上互对起来,引起网友热议,两边的粉丝骂得越来越激烈,但是作为我们吃瓜群众,对这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们都知道,二人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杨幂也可以说是迪丽热巴的老师,但是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呢? 网传是因为迪丽热巴抢了杨幂的角色,于是粉丝看不下去,在网上护骂。 二人其实并没有闹掰,这次发生争执的是双方的粉丝。 有的网友站出来表示说,杨幂和迪丽热巴是尸图关系,怎么可能会闹掰呢?小编这时要说了,在娱乐圈里尸图闹掰的明星我们还真不少。 如果说这是很尴尬,那么下面的事件是更尴尬了啊? 一说到尸图反目成仇的明星,我们首先就会想到曾经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扬的郭德纲和曹云金二人,曹云金加入郭德纲的德云社。 拜郭德纲卫师,和他学习向盛,郭德纲也是力捧曹云金。 曹云金也非常的争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到了向盛的药领,登台演出之后,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得云社的台柱子。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德云一哥。 就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时,却由于一些原因,忽然和师傅郭德纲反目成仇。 而且当时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扬。 二人在各自的社交平台中接对方的短,也让网友们感到惊奇,好好的师徒为什么闹到这样呢? 一说到北方的郭德纲,就不得不说南方的周立波。 周立波在南方的地位,可以和郭德纲在北方地位对等,而周立波也曾经因为和他的师傅闹掰,而被媒体们所关注。 曾经一段时间,网上爆出周立波和关洞天二人恩断一决,不再联系,一说到关洞天网友们可能还非常陌生。 可是就是他一手捧红了如今的周立波。 对周立波来说,关洞天就是他的伯乐。 但是,如今的二人却因为某种原因,都在网上公布二人老死不相往来。 但外界唏嘘不已,二人明明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如今却闹到这不田地,也是非常可惜的。 像这样的事件在娱乐圈中还有很多。 比如说黄胜一和周星驰,范冰冰和琼瑶,张柏芝和尔东升,还有刘亦菲和尤建明等人,他们都是好像伯乐与千里马一样,如今却都不再联系。 甚至还有的明星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嘲讽挖苦,接对方的断,也是让网友们感慨万千。 但是是谁的错,也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不过话说回来,杨幂和热巴这次明星还没有出来露面,有的粉丝们也相信,二人是不会有摩擦的,你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